那像大家很关心说 我们的房子很多人说 啊我家已经很残破 然后可是我又怕我随便整修 就会触犯了什么法律 那肯管处这一块 我们大概都怎么去协助民众 欢迎收听恒春周记 我们将每周提供恒春半导最新 最重要的新闻及相关资讯 让各位朋友在忙碌过后 可以快速了解恒春发生的小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你的肖虎教练 来哦在小线 那本期节目是由肖面虎赞助播出 肖面虎是提供肯定川番 是区域的外送餐点店家 畅销的餐点有蛋饼牛肉面 大卤面水饺锅贴 牛肉灰饭以及好吃肉肉饭 订餐资讯都放在资讯栏内 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一下 录音时间是1月20号 那我们本集一样延续上一节内容 一样是我们肯管处处长李温和先生 来分享一下肯管处到底在干嘛 第二集 家具看下去 对 然后除了梅花路之外 很多人都好奇 在您来之前几年 甚至还有出现过这个 他们都说肯管处到底怎么 就是对肯管处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观感 那时候的抗议真的是还蛮 对 蛮胜大的 对 包括说现在一直 我们看到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的证件里面都还有一条 叫做国家公园 就是国家公园 请你们离开 或是把部落画出 早期是说 国家公园滚出去比较 现在近期大家比较理性 他们也希望说有人的地方画出去 对啊 甚至说国家公园是管理处 不是管你的家 不是管理处 像这样子 这些近年这个肯管处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 就是在努力的方向 是这样子 因为国家公园就是以保育为主 是啊 然后以游戏为辅 然后保育就会跟地方的需求或是开发 想称枪冲突 那早期我们肯定国家公园刚成立的时候 当然刚讲有五多 然后以保育为主 或许他以前刚成立的时候 就是要强力的 黑马不行 对 执行国家公园的法令 我们以前有警察队 他有警察队可以做这样子一个取地工作 然后就是以重要的心态来跟地方这样子 算是来作为 所以会造成地方的反弹 早年还有人跟我说 他连拿个独木舟下水都会被取地 是是是 所以这个东西都比如说还刚拆尾件 或是取地钓鱼的 或是整地都不行 然后就会造成我们 万岛派起来要拆射 要来开房子 这就造成地方 我们就是又没有比较弹性做法 就造成地方能反弹 我也听说就讲了 就是要选举 写说要把抗议国家公园就好选票 刚刚你讲的时候 以前就是要画出国家公园 我很快 现在比较理性了 现在变成说只要把部落画出去就好了 你不要管我的人 那我来这边一年多之后 我有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因为国家公园存在设立 所以把抗许办法这个地方的生态保存得很好 所以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那你帮我们把环境关了 人你不要管我们 是是是 这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也觉得说 国家公园虽然说以保育为主 可是要成为一个生态完整性 人也是 人也是其中之一 人包括游客 包括当地居民 毕竟我们有两万人 是是是 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思考说 来的时候如果让地方的居民 能够共管国家公园 共管国家公园 这个关系 伙伴关系 是 所以我们就以前有推动 所谓生态旅游 生态社区的 我们现在有十个社区 他们所谓的 做生态旅游的一个社区活动 让他们有游客来 可以带游客去做社区的参观 导览参观 有经济收入可以收入 这样子 这样他们对国家公园 有这样子一个好感的 一个印象的一个行为 现在在推所谓的友善农业 友善农业 农业就是把一些农民 他的一些用比较 对环境比较友善 对人对土地比较友善的 一个工作方式 来种植 然后我们现在也把 他种植的一些 算是农特产品 然后把它行销 你有帮忙他们行销这一块 当然我们就是不只是 在我们像 在恒群农卫 像满足农卫 我们都是有专区 所以这样子 你们辅导的这个产品 它上面会改一个 肯管处推荐 对我们有一个标章认定 它假如符合这样子 一个友善农业的 几个标准认定 我们颁肯那一个标章 是肯管处的标章 对对 贴在它的农业上面 它就可以比较 肯管处背书的 有机的产品 我们现在就在满足农卫 跟恒群农卫 有设一个专柜 然后像去年的10月17号 我们就借 恒群镇文庄市集 那个地方 有机农业 对对 有机农业 它现在好像每个礼拜六都有 每个礼拜六的早上 9点到下午的5点 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 让它的产品可以贩售 听说一天都卖了 两万多块这样子 那不错 农民真的很高兴 这个就是说 我们让当地的 国家国里面的农民 有这样的一个 对种植对环境友善 然后它可以行销 所以如果园区里面有一些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要盖民宿 它有一定的面积规定 所以不到那个面积规定 如果来做这个的话 我们管处那边会有人 可以协助他们去做一些 比如说我有一个地 我就没有跟两分分 没有去民宿 我先要做这个 我要问什么 用盖民宿是不是 不是 我要做有机的 这个我们有一个村市 一个辅导团队 是有一个团队 我们跟平坦社区大学 就加码员文教协会 我们委他 在地的协会 我们委他 委托他们来 来辅导农民 假如说你想要加入这个计划 你就跟那个协会联络 就可以去学习这一块 那像大家很关心说 我们的房子 很多人说 我家已经很残破 然后可是我又怕 我随便整修 就会触犯了什么法令 那肯管处这一块 我们大概都 怎么去协助民众 我们大概是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 像今天下午 就是我们委托专业的建筑师 在我们的管理处 二楼的会议室 是有这个 对 有这个服务的机制 假如说你有对建筑上 有问题的话 可以到那边来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 对 所以他也是要先登记就对 对 就好能够事先登记 把你的问题跟我们讲一下 他建筑师可以先准备 当然才没登记 连时跑了也可以 所以现在肯管处并不是说 什么都不行 一些帮你解套 对 协助你怎么去合法去審计 所以就是今天如果 我有个地 或是我已经有一个建筑物 然后我想要做成民宿 或是做整理 这种相关的问题 在礼拜五下午都可以去询问 来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做 或是做了会不会罚 所以老婆先捕了 对 他要看你程序怎么做 然后怎么申请 就会跟你说清楚 这个我也是 我就是现在才知道说有这个服务 有两三年有了 可能没有特别 所以真的是有问才知道这件事情 帮大家问到这个 这个服务其实居民还蛮需要 然后我来这边之后 也跟我们有印一些责业 建筑的一些QA 一般民众我们现在建管全卷 民众大家大家都会说 民宿我乌一台QA就 乌 庚管主要来 对对对 就是我们会收起一些力量的 跟民众有一些比较一些意见 我们会做成QA这样子 然后就一些责业 就是像我们在看国外那些 很美的住宿 他可能就是 有点像类似马蒂夫 那他可能就是旁边就是 他的民宿的 他的房间的外面 阳台一打开 然后就可以看到大海这样子 这个在我们这边 是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只有某下叉的饭店 才有这样子吧 不是他甚至就是真的就是 就是有点类似岩石的 教案的那种 就比如说在风吹沙边 盖一个民宿 对对对 然后就看到 然后就是 其实我们民宿说明说 一定他只要符合 比如说民宿的一个 用土地的规定 土地的规定 那你要符合我们建筑 比如说几楼的规定 我们都没问题 这是符合我们建筑的规定 在土地OK 建筑的规定OK 我们都是鼓励民宿 做民宿活动这样子 不过所以像现在 应该是先去问完 再去弄会比较 如果弄了才要改 听说就比较 是是是 先来跟我们询问这样子 对对对对 以前大家可能就是不知道 可以先询问 因为在园区外 我们都会对我们都会跟 他讲说如何来做 会比较合法的方式来做 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家浪地 我没想要起厨 我这个拿一个货柜什么摆起来 或是选择去一个铁皮屋 这样才不可以 那也不可以 也是要申请 这些浪地你只能盖农舍 或是荣卫制裁室 这两种 这个荣卫制裁室 总共就是相公所申请 农舍总共就跟我们申请 那应该是有规定 因为有的民众问我说 我只是摆一个货柜在那边 那是不行 来了就赶快调走 我们最近处理一批货柜的问题 真的还真的有 就是你讲的 住家都是放着 然后就被人家检举 他是有做营业用是不是 营业用 然后住家也不行 或是有些人 把人家挡到人家的路 这样子就会检举 所以他读我说他是住家 他是正OK的 可是他放一个货柜要当仓库用 这样可能也是要 也是不好 就扶导他 朝容易职财式的方式来 不要随便就放 这种事是比较简单 只要跟公所没问题 我们就会同意 职财 听到其实刚刚处长的语气里面 也是很方宽了 其实就是讲了 已经跟地方在这已经40年了 成为40年了 有一些怎么跟地方来磨合 或是一些跟地方来共存 大家都知道 啃管处还是比较原因 可是在园区外 我们知道很多会有二次施工 或者是我们住久了 后面越来越 怎么从一栋变两栋 大哥 啃管处里面就是尽量要去询问 之后再施作 啃管处业务很多 最后的时间我们让处长介绍 啃管处有哪些客室 然后它的客室跟民众比较相关 我们可以使用到 大概这样 像我们分了五个客室 四个管理室 然后第一个客室就是企划客 企划客 企划客假如说 那不是全部人发挥发担的吗 也是啦 这是它的工作 另外就是说 有民众要去申请农地要整地 盖民宿什么都 对 就是要给它申请 企划客 对企划客 然后那天就是说 它要盖民宿 要建筑室指示 建筑室指示 然后开土地使用文件证明 这个大概大家最容易用到 另外有一些什么影片在拍摄的话 也是经过它申请 空拍机 或是什么电视剧要拍影片的话 就给它申请 所以在国家公园内 就是你不能随便空拍机上去 不行 就是要申请 而且听说现在上网就可以登机 就可以用了 很难 很简单 但如果今天 他刚好是人家一个进去 他没有飞 他就手机拿起来就录影 这样子也是不行 你说是 就是在公园内 就是手机 不是啊 风拍机不行 只有空拍 深空的不行 那手上拿的可以 那我听说深空你 如果不要随便上传 人家没有看到也还好 因为 等等 我们不知道嘛 这个东西 这七号客 大概这个跟民众 比较有关系 然后当然 还有一个环境维护客 环境维护客 就是建筑 建筑 你要就是建筑 建筑跟使用执照 我们肯管处园区内的建筑 使用执照不是线政府 就是在肯管处这边 因为我们91年就取得建筑权 建管权 所以就是我们是特色的建筑管理机关 这样子 园区内要盖房子 要就是跟我们申请 然后要建筑使照 建筑使照 都跟我们申请这样子 假如说都是没有建筑使照 就违法的 就也是我们环境客 去拆人家房子 所谓建管小组 对对对 大概这部分就是 就是跟环境维护客 有关系 是 那个就是游戏服务客 游戏服务客 就是办一些沙灯活动 我照以前那些活动 春娜什么都要进口堂 对对对对 现在也办了很多大型演唱会活动 都要跟我们申请 台湾级那个 对对对都是游戏服务客在 沙灯是不是 对沙灯上要办一些活动 沙灯的清洁管理 像南湾沙灯的那些叶子管理 都是我们游戏服务客 在做管理 这个也是很大的单位 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保育研究客 就是做一些保育研究 像梅花路这个屋 就是他在负责的 对对 跟农民生怎么补助 就是他在负责这样子 是保育研究客 另外就是一个解说课 解说课跟民生更有关系的 办一些活动 解说活动 社区是那里游 都是跟解说课 所以解说课不是我们想象中 我们可以去申请解说员来 来帮我们解说 没有了 目前我们都会跟 他申请后我们都会 引介给地方的 就设大的那个 对对对 或是地方的 就我们之前来我们这边上课 那个琼瑶老师 对对对 来先他们先带这样子 大概会做一些引荐 还有四个管理站 四个管理站 蚵兰皮 猫痞头 后壁虎跟 纳仁山 纳仁山 那是现场的管理站 像刚刚讲的猫痞头公园 就是现场的管理站 那那个龙坑 龙坑属于 蚵兰皮公园 的管理站 他管的 他这个管理站 所以像 普通保护区里面去做参观 申请 或是这个管理站里面的一些 设施维护 清洁 安全 就是他在管理这样子 大概是有几个 这样子不同客室站 的一个 那其实各客室都有跟民众 比较相关的 对对对对 这个 当然是跟民众 跟地方居民是我们 老实讲 我觉得说是我们坑管住 未来需要很大力量 去做推动的一个工作 那民众如果有一些 相关的问题 他打进去总机 他可以找谁 是最方便去询问 我们有总机 我们有总机 他只要把你 问题跟总机讲 总机就会 推准到相关的客室 去帮你 为你服务这样子 那我们就请 处长跟我们讲一下 总机的电话号码是 886 886 13 1321 0886 1321 1321 对 你要找处长也可以 但是他可能没空 通常各客室 我常常跟同事 或是地方的一些代表 或是说很讲 我办公室都开放的 只要有民众进来 就欢迎来 我办公室做这样子 我们就跟民众 尽量解答他的问题 然后让民众 不要是认为说 国家团就是很 跟民众 站在对立面的感觉 大家有空也可以到 他们底下 那个游客中心 也是非常多 资讯可以 今天就谢谢我们 林文和处长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 谢谢蔡记者 谢谢小虎主任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处长 拜拜 好 感谢我们处长 跟我们分享的内容 那大家如果对肯管处 还有更多一些的问题的话 可以再讯息给我们 那我们会在我们能力范围内 转达给各个单位一下 让他知道 就是整个横春半岛 大家在反映什么内容 对对 圣哥 好 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 横春半岛生活类的相关资讯 接着过年了 先跟大家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过年一些相关资讯 第一个很重要 就是垃圾的部分 那在除夕 除四 除五 是下午两点才开始清运 记得哦 对那除一到除三的话 是没有任何清运的 除一到除三 不所有的事 大家要记得 还有另一个新闻也是很近 这个对大家影响 也是很大的 大家记得 区间测速 在今天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目前得到的资讯 都还是在2月1号 就会重新开始营业 就开始要收费 如果有什么变化 可能也是月底 就是过完年才会可能 目前都还是暂定 就是2月1号 就如同之前讲的 就到今天录音时间 1月20号的时候 还是一样 如照2月1号开始营业 那如果说有其他变动的话 我们会 如果还没在 我们之后 还没到录音时间 我们可能会po在我们的 对 Instagram或者是脸书 大家记得再去关注一下 我新闻大概都会报 放心 我一定会先告诉大家 对 这点阅力应该会不错 下一个也是 过年的期间 我们的洛杉丰艺术季 跟我们的温泉季 都不会休息 还没去看 赶快去看 因为他2月左右就 元宵之后 可能就休息 就没有了 大家还没去看的 趁休假赶快去看 对温泉季还看了水豚 就是前几天还有一个 朋友传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新闻给我 就是水豚在打架 然后等一下 我可能会放在这个 脚脚或这个脚脚 大家去看一下 那个水豚打架画面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就是第一次看到 水豚打架还蛮可爱的 那有点可以像配乐 就是配那种 就是人家那种 就是两个男生在打架 然后说 我们这个选手 然后出勾拳 或什么那种画面 还蛮有趣的 好我们绕回来 我们绕回来 然后 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 目前我们是跟社服管 再配合做一个 使用他们场地 然后做一个互惠动作 所以社服管的部分 跟大家提醒一下 在21号到25号 社服管是休息 对 然后在辅聚中心 跟拖音中心 他休息的时间是 20号到29号 对 是20到29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对对 然后再次提醒大家一下 其实社服管 他可以提供的内容 非常的多 那一楼部分 有小小孩的游戏区 然后二楼 三楼四楼 像三楼是我们常用 练团室是我们录音的地方 对 他还有青少年的影音室里面 青少年 他其实不止青少年 像大人里面看的很多小说 动漫画 然后甚至电脑 小朋友还可以玩switch 刚才有小朋友在玩switch 对就憲哥的小孩 那不好意思讲出口 我帮他讲 其实他还有很多提供的 一个大小会议室 让你有会议室需求的 也都可以使用 然后甚至在四楼 目前开放室内打桌球 然后羽球规划中 其实他是甚至还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你要跳舞 整个展厅的运用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棒的 但是你要记得 我们刚刚有讲修馆时间 不要约这些时间 在他重新开放以后 比如说社福馆 25号以后开始开放 辅聚中心 拖映中心 29开始开放 在这些时间来做一个预约 来做个使用 我觉得一定要帮大家 多推广一下 然后再来是 卫生所部分 卫生所部分 大家要记得 农历新年的期间 20号到29号 卫生所都休息 不过如果你家里面 有确诊的状况 每天早上9点到11点 确诊的家人 都可以到卫生所 来领取这个快晒服务 相关细节 还是可以到卫生所 去做洽询 然后接着是图书馆的部分 大家可以接一点书 回家准备过年 包括这个新书推荐 有这个菜市场 菜场收神记 然后孤岛 心理学的101堂课 然后还有这个书店的逆袭 然后还有一个 提早报名的 新春大礼包 这个儿童会本主题展 这个是这个兔子泡汤去 青土手做DIY的 这个元宵节活动 大家记得要先报名 我觉得很多那种 书名都很屌 他这些拿来当记者 应该蛮棒的 笑死 书店的逆袭 然后跟大家提醒一下 设计通报 一样这段时间还没有 对 一样是还没有 对对对 但是拜拜就很多了 对 显哥好像跟上礼拜内容一样 对对对 目前还是都是这个大年初一的原始天尊 然后盘古圣诸 弥勒尊佛 然后大年初是这个孙天一真人天丘 还有大年初六的精髓祖师佛城 这些 好 一样跟大家提醒 我们的种树百里 其实现在大家开始说我们的天际线很美 但是一样我们这个美政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有测量受损状况 一样是可以申请国赔 然后他的注意事项需要内容我一样放在我们资讯栏内 然后如果说你在日常有碰到一些问题需要什么电话 我也都放在资讯栏内提供给大家使用 请大家尽量去使用不用客气 对 然后活动的部分 肯管处他在这个 俄乱笔公园 他有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说你到他的这个俄乱笔公园买这个电子票券 他可以透过你买电子票券 前200名可以得到这个神秘礼物 至于有多神秘一买才知道 这么掉关子 因为我也不知道 然后如果有到屏东市去玩玩的话 屏东市有蛮多的活动 包括屏东灯节 我们上次介绍过这个三大灯区 然后在这个平安1937 194级的什么基地 平安基地那边有这个任天堂switch的游戏派对 它里面可以进去很多可以拍照的 然后也可以进去做一些互动游戏 大概是这样 如果没有去平安基地的可以到社福馆三楼 它里面有switch可以玩 你也可以跟他们的switch照相 对对 不过社福馆三楼开放时间要注意 对对对 然后再来分享一下我们新闻的部分 加热水重新开放半价 对加热水从去年4月 其实它因为一些状况 它停止营运 就变成大家随便进出 有发生一些状况 然后这个新任的乡长古宏府 他上任之后 他的证件里面就有提到 所以他也马上兑现 他就马上把加热水风景区 重新整理之后开放 春节的时候就开放 而且直接半价优待 大家就可以 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 可以到加热水去走走 这算是老景点 应该大家返乡可以去走走 其实我还没去过 你还没去过 其实可以去 它慢慢走也蛮舒服的 风不要太大的话 走到最底的瀑布那边 大概要走多久 如果 徒步的话来回应该要三四十分钟 因为它走到最底 那有一个加热水 来回就三四十而已 对 其实也没有很久 看你的脚趁 那我可能会更快 是这样吗 原本用台车 就是比较快 现在就是让大家可以 土步去体验 它沿途很多的奇岩怪石还不错 好 欢迎大家去走走 趁半价的时间 是 那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农历春节到了 南南北往注意 我们的整个的交通的疏导 尤其是这次春节 打十天 很长 大家预估 我们录音时间 我们播出时间 大概是这个小年夜 然后大家记得 最多南下车的时候 大概就是 他们预估是初二 到初五之间 北返就是在初五初六 所以记得 我们住恒春的 就是跟他们返过来就对了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人家在南下的时候 你不要 你不要跟着南下 大家抓一下时间 然后注意一下 那个警察执法会蛮严格的 包括 我们注意一下 有科技执法的部分 小肚包子可以的 还有一些领挺的 小心进行举发的部分 大家尽量 保持好你们的 那个交通的品格 提醒你返乡的朋友 不要回去吃蛋了 对对对 尤其是现在很多 基本上很多 在地年轻人外流 外地年轻人来很纯 对对对 这是目前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地年轻人 回来的时候 注意我们的时间 基本上你回来时间应该还是 除非你提早 但应该都还是会塞车 那如果开车部分的话 车多 注意你的行车 行车的安全距离 然后 也要小心别人来撞你 这车多就容易有这样子 对 下个新闻蛮特别的 仿山社区 每户罚2万 不知道大家今年年终奖金多少 不过我看到这个 那时候采访这个新闻 我觉得很特别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有可能有在参与股票投资 就知道这间公司 泰伯科技 股价蛮高 170几块 那老板也很大方 我们现在才知道 他的老板 是仿山 这个嘉河社区 就是加入村那边的人 他今年第一次 他可能赚大钱了 他每一户发2万块 比我们政府 6千块还要快 6千块还没发 他2万块直接先发了 大家领的很开心 还捐车什么的 对啊 屏东有几个大老板 我们恒春半岛 鹅乱比就有一个 做高尔夫球头 大田公司 大田是在鹅乱比 对对 姓李达 李老板 哇 他的家人还在那边 然后另外那个联发客老板 很大工 联发客老板就是南州人 对啊 不过他们还没有打算 要发2万 这个头 他会不会被骂 就是 哎有不要这样吗 不会啊 把我们欺了 哎你们不知道大田 很有名的大田公司 他也常有捐助 屏东县一些职员 有啦 他只是没有针对 那么社区 县政府他都有去帮忙一些 所以他们其他人 是比较低调 然后这泰博比较想红 也不是 其实泰博这个也蛮特别 是他很低调 不想让人家知道 但是有乡民太兴奋了 往外讲 我是听到访聊那边的人 跟我说 他们那边有人零两万 我说哪有什么好 我看可以零两万 原来是就是这个 这个善心的企业组 但这是还要好好的 正向的去讲 因为不然有些人恶意 直接那个你知道吗 讲一半就说 我零两万人家说 哇政府怎么会给他们两万 但是其实这是企业的 企业回归相亲 对啊对啊 这也代表这两年疫情 真的很严重 因为这个公司就做什么 血氧机啊 额温枪啊 新冠快晒啊 会不会有酸民在那边说 哇哦你都是 都是发那种就是疫情财 所以人家 没水准啊 他往把这个钱也捐捷 做善事是不是 对他给故乡做富康巴士 做很多啊 他这个老板蛮有 蛮有善心的 哇这私心好想要 我们这边好的企业 对啊 对我们没关系 两万块我们明天去买呱呱乐 好不好 祝大家中大奖 哈哈哈哈 好啦我们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礼拜 恒尊周记的内容 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 消灭虎的赞助播出 如果你在墾丁传负区 有需要外送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 别给我们五星好评 也欢迎投稿更多的再丁新闻 让我们分享给大家知道 我是你的小虎教练 下周见 拜拜